作词 李宗盛 第四位真者是磨合加瞻言 磨合加瞻言是论意第一 就是跟别人辩论了它是第一 又叫文师尊者 文师尊者就是它的语言非常有表现力 非常优美 有文采 它常常跟那些外道的无神论进行辩论 外道无神论就不相信有前生后世 他就问这个人死了 他不回来 可见就没有第二次 或者 那么这个 他就 磨合加瞻言说 一个人从牢狱里面出来 他还会到牢狱里面去吗 这个世间就像牢狱 他当然不回来 不回来 不回来那牢狱 这个外道又问 如果是受苦不来 那么那个上天 上天他怎么不来呢 你离开这个世间就像出了厕所 出了厕所他还愿意来吗 就是很多辩论 他都非常巧妙地 把那些外道的知见扭转过来 这就是磨合加瞻言 就是我们看到那些正反方 立个什么观点相互辩论什么什么 你看 就以磨合加瞻言作为他的鼻祖了 求生西方基督 第五正则是磨合居西罗 磨合居西罗他是摄地佛的舅舅 叫大问第一 非常机敏 有问他马上就大 不加思索 这个人很有学问 当时他就是看到他的姐姐怀孕 那么样的一个辩论 他就发愤自己离开家 去刻苦攻读 这个四伟陀 十八部大经 刻苦攻读到什么地方 就是这个指甲呀 都很长了 他都不剪了 所以当时就叫长爪 泛制 古人这个追求学问 是这么一个 连剪指甲的时间都不浪费 都觉得是浪费 所以他真的就是学问非常多 非常广大 那些外道 波罗门都说自己学问很多的时候 都用一个什么铜 铜业 把自己的腹部包住 人家问您 您为什么要包啊 哎呀 我的肚子里面学问太多了 怕裂开 我要把它包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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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人他是 所以他的 哲学呀 各方面 他非常发达 很注重这些学问 文化巨细罗就是大文第一 第六位真则是 离婆多 离婆多是 五岛乱第一 五岛呢 就是心很 凝定 禅定状态 他又成为心秀尊者 对这个 这个天文方面 他很有专业知识 周历盘托奇 周历盘托奇 根基很顿 记忆力很差 他的哥哥早先出家 教他一个技职 教了几年 三年都记不下来 三年记一个技职 记不下来 所以这个 他的哥哥说 你太 太愚蠢了 太愚蠢了 你还是回家吧 你这个 不够出家人的资格 那么最后 这个 这个 哭哭啼啼的时候 佛就知道了 就 就叫他 你背不下来 也没关系 就 就念 你就念两个字 扫州 扫州 就是让他扫地 天天扫 他有时候是个扫州两个字 记得第一个字 第二个字都忘了 那么 那佛就让其他比丘 你就跟其他比丘 打扫房间 那就告诉其他比丘 他打到房间上 你就提醒一下 他只记得扫的时候 提醒他第二个字 叫扫州 慢慢地 两个字记下来了 你看愚蠢到这个程度 他扫着扫 慢慢地 他就思维到这个扫州 要扫 扫灰尘 不仅要扫外面的灰尘 还要扫里面的灰尘 里面的灰尘是什么 就是烦恼 是不是 断建设祸 正阿罗汉果 你别看他这么愚钝 以后他是变才无尽了 这叫义词敌 就是以这两个字 升起了无量的这种义力 所以佛门并不看重什么 你记忆的多少 能诵千集 不如能解一集 你那个背诵的很多很多 你不如在一个集送里面 能够理解 能够把握 能够毅力 你这个一个机制的毅力 能够通达 所有所有的机制都能通达 所以你看这个周立潘陀琴 他就是以这个两个字破烦了 第八位真则是南陀 南陀是佛的亲弟弟 就是靖范王跟摩河波士波底 他的第二夫人生的一个儿子 这个南陀 他的叫仪隆敌一 长得非常庄严 佛有三十二相 他有三十相 所以他有时候走出去 人家不注意分辨 都以为他是佛陀 但这个南陀 仪隆敌一 他在整个身团 提高身团的力量感 还是很强的 据说有一个外道 佛罗门他想出家 出家呢 他也拿不成主意 信心还没有下这一步 但常常跟那个摄地佛接触 摄地佛他就在摄地佛内知道 哎呀 这个比丘很有智慧 比丘很有智慧 最后他有点看到南陀的时候 他就很吃惊 他都不敢跟南陀真者讲话 为什么 他说摄地佛这个矮小的比丘 都那么厉害 更何况这个堂堂的比丘 他就恨不得了 他都不敢去靠近 由于这个看到南陀的 这样的一弄第一 他就下令决心要出家了 这个南陀真者 第九位真者是阿难陀 阿难就是阿难尊者 这就是佛的堂地 又是侍者 就多文第一 多文第一 他是佛成道的那一天 他出生的 然后他是在佛成道的 二十年以后出家的 出家以后再经过十年 再来做佛的侍者的 他就多文第一 这个阿难尊者 他也长相非常庄严 很得女同胞的欢喜 他的身体都是透明的 所以就是像一面镜这样的 所有的人的身影 都在他的皮肤上 都能显现出来 所以他一般的女同胞 一看到都会生 生这种碍然之心 佛在这种情况下 都告诉他 以后你不能偏胆又尖了 就让他穿披肩的衣服 不让女同胞看到 这是阿难尔 罗侯罗 这是佛的太子 称为密行第一 就是你别看他 这个很玩傻的一个沙米 但是他的密行 别人看不到他的修行 谁也不知道 只有佛知道 这个罗侯罗的翻译中文 叫佛藏 佛藏就是他障碍自己 首先他有三个障碍 障碍自己 就是他因地当中 曾经堵塞老鼠的洞口 使老鼠洞口六天堵塞 所以他就赶得今生 在胎中六年 障碍自己出生 第二是藏佛出家 就是佛在做太子的时候 知道生老病 病死的这种本体性的痛苦 就有一种出家之心 但是他的父王不同意 父王不同意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你还没有给我传准接待 还没有接班人 所以这个就障碍佛出家 这个佛最后就没办法 就指伏 指着耶稣陀罗的腹部 就一个咒语过去 当天晚上 这个耶稣陀罗就觉得怀孕了 你看这个无性繁殖 在那个时候罗佛罗就是磕龙出来的 但是这个事情又障碍了他的母亲了 耶稣陀罗 这时候佛已经出家了 你等佛出家以后 六年你才生一个小孩出来 这个宫内宫外就是一片鸡血 你这个小孩从哪来的 那说也说不清楚 说不清楚 这个在古印它有个传统 对这个说不清楚的它有个验证 验证就是跳火坑 跳火坑 如果你是清白的 你就会经受这个考验 如果你真的是得心有亏 就在火坑里面 就乌乎哀哉了 当时这个耶稣陀罗 他自己很有信心 他也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看念 所以就有一个火坑燃起了大火 燃起了大火 他就抱着罗后罗就跳进去 一跳进去 整个火变成了莲花 清凉 还有天人来帮忙把它从火坑里面浮出来 这样来证明耶稣陀罗的清白 所以我们唱那个战子 戒定正像有记者际上的这个 昔日耶稣灭难消灾障 就是指这个事情 昔日耶稣陀罗 由于这样的经受考验 就消了这样的灾难障碍 这是罗赫罗 下面就是乔凡波提 乔凡波提又叫牛市 它是什么 就是虽然它震到阿罗汉 但是它口里常常像牛一样的 这个吃的东西啊 这个虚哨 它感到这样的一个果报 是由于它原来啊 也是一个沙米 看到一个年老的比丘 没有牙齿 在那里念佛 可能念得比较困难 比较的 它就嘲笑人家 说你这个人怎么像牛呀呢 就嘲笑 就由这个讲的一句话 它就感到五百事为牛 这一次转为人的阿罗汉 这个牛的习气 还没有改变过呢 那一般的人都是 都是看外形的 不看你是否断见识或 一看到你像牛一样的 可能人家都会讥笑 嘲弄 所以佛为了 为了让众生不要造口业 就把它移到天上去了 在天的施力源 施力杀源 接受天人的供养 天人他会不计较 他的像牛的那样的习气 知道他是阿罗汉 对他会恭敬 所以这个千凡波提就叫受天供养地 他就在天上就活得很滋润 你看这个佛在这个地球上 有时候还接下安居三个月 都没粮食时 吃马的饮食 马卖三个月 在那里困难的时候 他自己在那里接受很美妙的 美味佳肴 天咬 受天供养地 从这个尊者也看到 这个口业 是非常 值得我们注意的 所以我们现在 或从口出 一天到晚 噼里啪啪啪 讲很多话 不知道得出了多少人 造了多少念 所以这要引起高度的警觉 第十二位尊者是 冰头颅普罗舵 这位尊者 冰头颅是不动的意思 普罗舵是立根的意思 这位尊者 他生前有一个什么事情呢 当时有一位长子 就做了一个沾坛波 放在那个树的枝头上 说谁能够用神通 能够得到就给谁 这个冰头颅普罗舵 开始就重用大墨尖连 你去把那个波取过来 大墨尖连他知道戒律 他不动 不动他自己就 身先士卒了 自己就用神通 就把那个波拿过来 拿过来这个事情 佛就呵斥他 这个不能随便显神通的 所以为了对他这种事情 进行处罚 就让他 你不能再落涅槃了 久住在这个世间 对于末法的时候 这些共生 你去接受 一末是共 所以称为福田第一 所以打千山栽的时候 这个冰头颅普罗舵尊者 肯定会来 到底是谁 你也不知道 但是他会来 自成 加流驼仪 加流驼仪是 成为黑光 身上发黑 皮肤粗燥发黑 但是光子很好 这是他叙事 有个什么情况呢 就是在佛 裸体呀 在佛面前 燃灯 点油 燃灯 就赶着这样的火爆 所以他曾经 在傍晚脱波的时候 全身黑呀 一个闪电过来 让人家这个 这个施主家 大吃一惊了 所以以后佛陀 都由于他的因缘 一个视线 就不准比丘 在午后去脱波 惊扰 惊扰人家 那么这个 他是佛的使者 教化第一 被他教化的人 很多 摩河基奔纳 摩河基奔纳 他也是知心秀第一 这个知心秀第一 薄居罗 薄居罗 曾泽是长相很庄严 寿命第一 他活了160岁 他为什么寿命第一呢 他就是 九十一节这么长的时间 持不杀生戒 我们说寿命怎么来的是 从不杀生 赶报的 所以他就赶得精神 五种不死 结果他出生的时候 很奇异 就是这个 是一个肉团 生下来的 肉团生下来的 他家里就很害怕 以为是个怪物 就放在火上的盘子去煎 这个煎的话也没有死 没有死就放在水里面去煮 煮也没有煮死 没有煮死 那个家里 主觉得很害怕 就把他抛到水里去了 抛到水里 水也没有淹死 然后这个被鱼 一个大鱼 把他喷 喷到肚子里 被鱼吃下去了 被鱼吃下去 也没有死 结果这个鱼呢 被鱼们打捞上来 破那个鱼肚子 把他破出来了 所以五种情况都不是 再加上他的 喜欢那种安静 少欲 不成群结队 这个 灭毒之后 灭毒之后 当时阿裕王啊 就是拜阿罗汉的塔 拜拜拜 就拜到这个 薄居罗的尊者的塔上 说了一个记者 说 虽能念无名 于是少利益 就是你是治了汉 虽然你破了烦恼 但是对世界 没有什么大的利益 给你二十钱做供养 但是他给二十钱放在塔上 马上那个钱 弹回来了 弹到了阿裕王在这个脚下 表示不要 就是他世间闲尽少欲 不接受姑娘 但是他这个塔都有这种力量 所以这也表明 我们做比丘的 不要看到这个红包就笑眯眯 那不好 有时候新加坡剧社都很热忱 跟我们红包 我们都很忐忑 只能说是受之有愧 却之不公 你不要吧 原来第一次上台说不要 不要 说啊 你看不起我呀 也不能看不起 但确实我们这个 如果修行的道德不够的话 那是吃不消的 我们常常会想这句话 这个精神不了道 披毛带脚还 你现在的了道 就是你精神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要还这么多信众的这些供养 那这个账就算起来就算不完了 你做牛做马 要做多少辈子了 所以现在我们有个做法 十方来十方去 赶紧把大家的供养 全都去做佛教的事业 这样为大家来做福田 我们还真的不敢自己去享用什么东西 这个薄巨罗征者都是这样的 这个不接受 最后一位是阿诺头 楼头 他是天眼第一 天眼第一呢 这个他也是贵族出家 但出家以后他有一个毛病 就是瞌睡很重 佛讲经说法的时候 他就在打瞌睡 有时候可能 这个憨声都能出来 所以佛就呵斥他 这个呵斥他 夺夺何为睡 罗斯棒可类 像罗斯棒可一样的棒可类 一睡一千年 不闻佛名字 以后你这样的睡 听佛讲经说法 你都这样混成这么睡 你下辈子就变成罗斯棒可类 躲在那个硬壳里面黑暗的地方 不见天日 你就永远睡吧 你一睡就睡了一千年 你什么都不知道 愚昧无知啊 闻不到佛的名字 闻不到佛的名字是很可怜的 所以华言经说 宁可下地狱 也要闻佛名 也不去上天堂 不闻佛名字 如果有种选择 你上天堂想佛 但是闻不到佛的名字 还有种 就是你下地狱 经受种种的巨谷 但是能在地狱里面 闻佛的名字 那么在这两座选择当中 对于一个有智慧的人来说 宁可选择下地狱 能闻佛名 也不要选择到天堂享福 闻不到佛名 所以这个闻佛名 就是人生最大的福报 那么阿那罗陀听到佛的这个喝时 他也升起大忏悔之心了 就发愤精进 就是七日七夜修行 七日七夜他不睡觉 就伤不失明了 伤不失明了 佛就很悲悯 他就传了一个方法 修一种法门 叫乐见照明金刚三昧 让他修这个法门 很快他不需要入眼 就能看到三千大千世界 就好像一个果子 阿摩罗果在手掌上一样的 所以就叫天眼地 得到天眼了 这样 好 那么这十六位尊者 都是影像众 实际上我们这十六尊者就代表 十六种类别的修行 修行的特点 不同的众生 如果说佛跟弟子的关系是新王和新属的关系的话 那么佛的新王可以摄受这些新属 代表不同的特点 这就是佛与弟子的在一起的意思 于是他通过十六尊者 我们每一个无论是修禅中的修教下的 修戒律的修什么都能够找到对应 他们都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还敢不求生吗 这里就具足世西坛的利益在里面 感谢观看